臺灣綠能發展中心 今天我們見證海洋風電司法風廠的完工 這座風廠的商機代表臺灣從瑰寶走向落實 成為亞洲的先驅 現在 日本 韓國的團隊 都來了解臺灣成功的模式 現在 我們要更進一步 讓臺灣成為亞洲綠能發展中心 具體來說 有三件事情 我們要持續努力 第一 要落實更擴大綠能的目標 讓國內外的廠商有信心 而且能夠長期投資臺灣 未來 我們要用行政院的高度 專案督導光電和風電的進度 邀請各國會把所有的困難都盤點出來 一下一下來克服解決 我們要請經濟部的省部長來競速援領 離岸風電的區塊開發政策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 2026年到2035年下一個階段 10年低到瓦的新目標 第二 我們要加速推動智慧電網 成為資源綠能發展 以及提升電子品質的中樞系統 更要在2025年達成相關產業 年產值430億的目標 第三 要打進國際綠能的供應鏈 把臺灣的牆壁賣到全世界 未來要放眼亞洲走向世界 組國家隊打進國際綠能供應鏈 最後 我要祝福海洋風電的團隊 順利完成臺灣第一避岸風場 我們繼續努力 我們一起在臺灣能源轉型的路上 在財源升級的正確道路上 我們加速成績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